这个星期天气在星期一星期二可以说是艳阳高照 不过从星期三开始呢 东北风影响水气会增加 花冬转为局部短暂雨的天气 星期四水气减少 到了星期五东北风又带来水气 五一劳动节的周末 东半部又转为短暂震雨的天气 提醒大家春天天气变化快 出门还是要期待雨具 周一周二全台各地宛如夏天 不过花冬周三开始将迎接第一波东北风影响 温度逐日小幅上滑并带来水气 一直到周四水气才会减少 花冬民众留意午后有局部阵雨发生 包括二五二六啊 这一周这两天天气蛮温暖的 然后吹的又是南风水气相对的多 然后天气可能有一点 午后可能会有一些长出一些热对流一个情形 所以有一些午后的对流 或是局部地方会下一些雨的情形 然后二七东北风增强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东北风影响我们的不多 二七二八二九都不会太大 然后二九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 东北风比较强下来的时候 我们在周末二九三十三十跟五月一号的时候 年假劳工朋友们年假的时候 可能会天气会比较不好 然后东北风会比较增强 然后在花莲大概是以阴天为主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二九三十一号的温度 其实下降也不会太多 我们可以看到花莲的低温 大概都在二十二度 然后到一号晚上的时候可能温度会降更低一点点 但是也不会降太多大概二十一度 所以整期来看花莲的天气 大概就是还是局部地方 有一些短暂的震雨或是雷雨 然后整个天气还是比较偏向于阴高温的一个情形 到了周五 第二波东北风及水气又带来影响 东半部又转为短暂震雨天气形态 花冬周末将是阴游雨天气 提醒民众 春天天气变化快 周末有计划安排出游的民众 记得攜带雨具做好防疫 记得攜帮彦华临时报导